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珠澳大桥项目从多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工程 就目前来讲在全世界深海城管港珠澳是第一个 项目的建设单位中国交通建设总公司项目部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工程的实用 Herry也是第一次和中郊进行合作 我们的工程师要设计一套模板同时完成直线段和起旋单的实用 对于Perry公司来讲我们面临如此的挑战 我们将项目部的任务当作自己的任务和使命来完成 我们整整七年陪伴着项目部各个施工单位在现场进行施工 可以说这七年我们经过了三部曲 第一步是2010年底我们接受了城管隧道模板的设计和生产人物 2014年我们开始对档浪墙和厂开段的模板进行设计和提供材料 2015年我们对东西人工岛的清水混凝土的模板进行设计和提供技术服务 对于这么大体量的清水混凝土工程 中交项目部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工程进行施工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提供模板材料和技术 我们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咨询工作和质量的检验工作 七年以来我们的项目组和林明总经理领导的团队进行了紧密的合作 排除了种种困难 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试剂项目的施工 你 apart�的试割 偭面后想针就要是不折 coming 去到柬打了 每年最位拍摄 续秒的迷 本期 是无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